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开始造电车了 那其实我也很好奇啊 传统车企造电车究竟是什么水平呢 今天我拿到了一台大众的ID4 Cross 那我们就来实际的看一下 大众旗下的这一台纯电车究竟表现如何 ID4的这个外观呢 其实也是延续了这个ID家族的设计 尤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台车上面 特别漂亮的啊 这个贯穿式的前车灯 一直延续到这边非常好看 而且车灯上面呢 也有一些相应的变化 然后这台车呢 它采用的呢 还是这种拼色的设计 车顶呢 也是这种悬浮式的车顶 车身部分设计呢 就相对来说简洁一些了 我特别喜欢呢 是这台车的门把手设计 因为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上面啊 各种各样的隐藏式门把 有的呢需要按前面拉后面 有的需要按后面拉前面 然后每次上车你还要思考一下 这就是一个疑惑行为啊 这台车非常简单 轻轻一拉 然后就能打开了 我觉得倒不如这样简单的设计 最方便 好了 那我们再去看一看车尾部分吧 这台车的车尾设计呢 我觉得看上去比较的厚实 憨憨的啊 特别可爱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尾灯设计呢 是跟前车灯作为一个呼应 也是贯穿式的设计 那比较有意思啊 就是这个刹车灯这块 是一个叠加的状态 看上去就比较有新意 另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字体 也全都换成了白色的 跟之前的车呢 做出了一些区别 这台车的轴距呢 是2765毫米 那我们来打开看一下 它的后备箱空间如何 诶 是一个电尾门的后备箱啊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的空间还是很合适的 比较深 也比较高 那我们装一些 平时家用的一些东西 其实是完全足够了 那说了这么多外观 我们现在再去车内 看看内饰吧 好了 那我们现在坐到车内了 其实坐到车内最大的 一个直观的感受 就是感觉右手这边空空的 因为原来这个地方 是这个挡板的设计嘛 那现在它换成了这种 大尺寸的饮料架 然后呢 在它的后面是一块 这块是一个无线充电板 然后有两个Type-C的接口 在里面 那挡板去哪了呢 它设计在这个仪表盘的 旁边这个位置 这个操纵杆这块了 那这个挡板的设计呢 这台车既不是向下楼 也不是向上楼 它是一个旋转 那这台车的仪表呢 就是一个相对尺寸 比较小的仪表 但是呢 可以看到它这个仪表啊 挡位和方向盘 是整个联动在一起的 我们在调节方向盘的时候呢 上下还有这个前后调节的时候 它都是跟着一起动的 那各个方位 我们都可以这个视线 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个仪表盘上的东西 那这台车作为一台新能源车呢 也是取消了很多的实体按键 我们可以看到方向盘上面 还有我左边这个照明部分 还有中控下面这一部分呢 它都是这种触控式的按键 你按它的时候呢 它会给你一个震动 作为一个反馈 那这台车的装控呢 其实这个屏可以说是比较中规中矩吧 大小也是比较适中 然后里面菜单可以看到啊 这个功能还是挺多的 而且比较的一目了然 说完了这些科技以及内饰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座椅 它这个座椅呢 刚刚就体验了一下 感觉真的挺舒适的 比较柔软 而且呢 它中间这一部分可以看到啊 是这种皮革材质的 然后两边呢 用这种翻薄绒材质的 然后颜色上面呢 还是做了一个拼色 这种浅色与深色的这种搭配 看起来还是比较不错的 中间这一块还有这个ID的logo 彰显了这台车的身份 而这台车的天窗呢 是这种全景的 可以看到它这个尺寸面积特别的大 然后采光啊 还有风景啊 都看得非常不错 但说了这么多呢 我们现在把这台车开起来 来体验一下它的驾驶感受 好了 现在我们已经行驶在路上了 那今天拿到这台车呢 是顶配版本的 也就是晋能四驱版 这台车呢 是双电机 前面是泳斯同步电机 后面是交流一步电机 那它这个综合的最大功率呢 达到了230千瓦 最大扭矩呢 是460牛米 电池包的容量呢 是84.8千瓦时 这个综合的续航可以达到520公里 我觉得对于城市通勤来说 这个相对来说这个数据已经是非常够用了 因为这台车其实它的定位也是一个 这种家用的纯电SUV嘛 那一般的使用场景来说都可以满足了 现在我们行驶在路上的时候呢 比如像我们过一些这种减速带呀 或者是像我们现在转弯的时候 能够感觉到这台车的底盘啊 它调校的还是比较软的 那坐起来呢 你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刚我们在转向的时候呢 其实我也能感觉到 它这个方向盘的土泥感还是挺强的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设定的 NVH方面呢 其实电动车本来就有先天的优势嘛 那现在行驶在这种城市道路 我们就是以这个60多公里的时速 那其实我感觉不到什么风噪和路噪啊这些 那我们再提个速试试呢 也感觉不到什么 就是整体真的静静性做的挺好的 只有在刚刚我这个车要起步的时候 我能听到一些比较轻微的电流声 但是其他时间呢都是比较安静的 那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细节啊 这台车的这个刹车踏板呢 是音乐的暂停键 油门踏板是音乐的播放键 这也比较符合它这种电动车的身份 那今天这台ID4 Cross呢 我觉得它的整体表现在我的预期范围之内 我觉得大众做的呢还是相对保守了一些 不过也刚刚是这个转型的开始嘛 大众呢在前不久也宣布了 未来没有这个内燃机研发的计划 会把重点全都放在纯电汽车上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传统车企业 都开始做这种转型了 我个人来说还是觉得有一点小遗憾呢 毕竟可能很多人跟我也一样啊 觉得汽车的轰鸣声真的很热血 但是这个时代就是在发展 科技也是越来越进步的 我们能做的呢 可能也就是期待更多好的产品出现 我们也希望下一次大众可以带来更多的惊喜给我们 好了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